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常常见面的时候就会问候大家 你吃饱了吗 你有吃饭吗 吃饭 好 好像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可是饭是一种淀粉 那饭吃多的呢 会不会觉得会怕发胖对不对 像我们这种资深美女 我啦 跟今天的特别来宾陈琼玫 那么一样 如果饭吃多是不是会发胖 所以今天仪君老师 要来帮我们解决这个问题 当然还要请到陈彦志来教我们 如何用这个淀粉类来制作 好吃的料理 大家都会认为 吃淀粉会胖口 我们的穷美小美名 你相信我认识她的时候 她是童星 好可爱的小童星 然后小童星长大了 然后嫁人 你看她现在儿子都好大了 就是说真的 一直逛很快对不对 对呀 一眨眼喔 她从小就是这个样子 中途有胖过吗 几乎一门有 没有耶 因为我很克制 我还有运动 你是靠运动 因为我很爱吃 我是美食主义者 你叫我不吃呢 要我的命 所以我自己很努力的运动 我都有游泳 美女是一个最好的维持方法 很多女演员在订餐的时候都会说 不要放饭 只要菜 对不对 对 因为觉得淀粉会胖口 对 那等一下叫义君来帮我们解惑 好不好 我只知道不吃淀粉人会变笨 一定会的 记忆一定会变差 对不对 那我们现在要请教 你今天的身负重任 因为很多女生都会怕吃淀粉 但是所以你就要教我们大家吃的好吃 又要吃的不会怕怕 那你今天要做的料理是什么 我要做南代玉牌佐斯罗地瓜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南代玉牌 玉牌佐斯罗地瓜 好 那我们看一下要准备什么样的材料跟调味料 南代玉牌佐斯罗地瓜 材料有生豆包200克 芋头一颗 地瓜泥一小碗 海苔一张 起司片两片 蛋两颗 金针菇100克 青花菜一颗 红萝卜一根 玉米笋三根 姜糯10克 面粉少许 面包粉少许 米浆水少许 调味料有酱油一茶匙 香菇粉四分之一茶匙 糖二分之一茶匙 胡椒粉四分之一茶匙 美乃滋少许 好 向旁边就要请一个不会切菜的人站在书旁边学切菜 是啊 我先帮你削平一点这样比较不会晃 这个还没削比哦 这不是削过吗 削平一点 这样子比较稳比较不会切到的手 然后我们就 小美 你有没有看过芋头 有啊 芋头不是外面还有一层吗 黑黑的 所以这是削过的啊 对 我会切薄片 然后切丝 切薄片 切那么薄哦 对 是哦 尽量拿去 哦 你觉得 这么好厉害 可以吗 不行 就直接讲 不要为了面子 真的不行 试试看 不行 其实我也觉得 那我切的话 大概切到明天早上 一片就好 对 一片 我们只给你一次机会 没有第二次机会 这完全是到那次 我好像在去东西 好好把握这一次 去好久 然后手还要这样 对 收起来才不会切到手 还是可以的 还是可以的 还OK啦 而且一片一片的切比较难切 两片切 对 比较厚 对 比较厚度 对 会一片一片切容易切不断 切不断 因为砧板的话有弧度的厚 那表示我很厉害了 我切断吗 对 你真的厉害 哦耶 哦耶 好 那现在 那你要继续吗 有没有成就感 有成就感 现在琼梅姐切的芋头 芋头就是很丰富的淀粉类的食物 它就是跟一般的白饭是一样的 就是淀粉类 它吃进去就是补充我们身体糖分的来源 就是供脑细胞啊 身体能量的代谢 它是一个根筋类的食物 所以它是没有经过加工啊 也没有经过那种精致化 所以它含的营养素就会特别的多 像是变群啊 和生素C啊 还有部分的β菠萝菠素啊 那些矿物质啊 像贾力质也很高 那主要就是它的纤维质也很豐富 哦 所以讲起来 它确实比精致白米要好看 对 营养度 营养价值度是更高 难怪 原住民都长得很壮 如果说怕白饭吃掉的会发胖 又怕淀粉摄取的那个不够 就用芋头来代替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对 乳类制品或者是根筋类的制品 来取代白饭 它的营养价值度会比较高 而且它纤维质高 所以毛质感又多 所以怕胖的人 可以减少大量的摄取 这些淀粉类的食物 哦 所以各位的营养就是用芋头来代替白 所以这个就是一种迷思啦 对不对 很多人就想说 淀粉吃多了会胖啊 就像营养师讲的不一样 又有多的纤维质啊 纤维质对我们来讲 我们的那个也会很顺畅 那如果真的平常都不摄取淀粉的人 会出现什么状况 其实这是非常不好的减重方式 就像蛋白质减重法 就是那种完全吃蛋白质的食物 然后完全不碰那些淀粉类的食物 如果不知道如何去控制它的食物的量 那很容易出现身体代谢的不平衡 因为没有淀粉吃进去就是没有糖分 那没有糖分的来源那我们身体就会燃烧脂肪 那脂肪燃烧如果过度的时候它会产生通酸 通酸太多的时候身体负荷不了从肾脏排出 会大量把我们身体的水分给脱掉 就是要成脱水 严重的话就会有昏迷啊 或者有生命的一个危险 真的啊 对 所以大量脱水一定体重一定会降低 其实我有一段时间是这样 就是我生完我陈彦如之后 就是可是我是做完月子我才开始不吃饭 就是完全就是吃只吃菜啊 然后吃水果啊 然后喝柠檬汁啊 我是这样子这样子解下来啊 其实那样子算可以的啦 因为水果有部分的糖类来提供 所以还不到完全是没有碰到糖类 没有对 因为身体正常的代谢需要有部分的糖类 才可以帮助我们脂肪的燃烧 那才不会容易产生同酸重度 所以水果里面产生有糖 有糖分 但是所以还好 但是琼玫瑰如果吃了饮食 如果是这样吃 不是长期的吃 对身体的健康是不会造成任何的影响 我大概是吃一个月而已 刚刚那个仪俊老师讲的 完全是叫做高蛋白质减重法 所以它几乎是蔬菜水果淀粉都吃得很少 而且如果长期吃下来两三个月 绝对会有健康方面的味道 就两三个月就已经表示是长期了 其实一个月就会有感觉了 真的 你知道琼玫瑰那个方式是可以的 其实正确的减重方式 是要有吃少部分的淀粉 然后帮助热量的燃烧 刚才那个安甄姐有说嘛 不吃淀粉真的会淀粉 倒是整个 因为没有糖分 所以脑部没有热量的来源 所以没办法思考 那就是容易淀粉 所以啊 我们不要变老人痴呆 就要吃淀粉 对对对 芋头啦 番薯啦 番薯 芋头 芋头 麻铃薯 山药 山药 都是好的淀粉 我告诉你 有一个比较粗的 那个就我切的 真的哦 这个你看看 你看看 对啊 你看其他那个细 你看这个比较粗的就是我切的 因为等一下我们炒一炒一次 会把它做成盘 真的哦 好 谢谢师傅鼓励我 哎哟 这还是可以啊 谢谢 再来就是什么都切好了 对 我现在把那个芋头的杏鱼做好 然后等一下我炒好了之后 那时候我们再来包这个燃带盘 所以我现在要先把芋头跟金针菇 还有红萝卜炒在一起 好 对 对 因为刚刚这个已经炸货了 也已经有油了 对 对 其实这种芋头真的很香 对 如何 嗯 好酥哦 好酥哦 对 嗯 现在要来炒 对我们先把这个 葱萝卜跟金针菇 稍微炒香一下 嗯 所以芋头其实要用炸的嘛 比较 要那个口感 口感不错 每次我讲营养师 每次看到炸的就尽量不要 要吃炸的 就是平衡少量社区 那可能说你这一道吃到炸的 那你可能一餐里面还有其他的菜嘛 那可能就用蒸的或烫的或煮的 就少油 不然这一餐我们总是要有那种口感嘛 就是每一道都是烫烫的 对啊 所以很重要但是虽然说我们不要吃的过多 但是素菜这样子吃一餐 从中餐来吃可以 晚餐我们就不要吃炸的 因为油量就太多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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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不是说你什么都不能吃 对 对 没错 是不是现在加的是什么 报告你的那个 报告书 你现在加的是什么 就是糖啊还有香菇粉 酱油 酱油我先稍微把它炒香 那个酱香才会上来 哦是 你抹的 这个我也闻到 嗯 它就是那个酱香的香气 所以我们不加水 我们炒到芋头会自然去浮化 因为我们不用那个泰白粉水我们就用米浆水 米浆水 就是我们剩下的米我们拿来加点水 等一下等一下 这看不懂那叫什么东西 那个是米下去打的 米浆 所以就是我们就是没有吃完的白饭 对 然后加水去打成糊 对 然后到时候我们就取代了一个淀粉 对 对 如果说是我们都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做什么勾芡啊 嗯 那即使不吃那个白饭 它也可以摄取到淀粉了吗 也可以 白饭的淀粉 对 这个其实就像好像那个baby啊 我们会 小baby就可以用这个啊 这个纯天然 哦 好 对对对 这个现在加苗还小baby的父母应该知道 嗯 我们不好意思我们这种都已经是阿嬷急着 根本都忘记 忘记这种事 只有你阿嬷我还没有 我知道啦 你没有 所以你会记得啊 你怎么就说你会记得啊 是啊 是啊 我完全忘记这件事了 哇 把它拿来当作泰白粉 就有那种就是粘稠的感觉 对 粘稠 只要粘稠吧 等一下包的时候才不会 哦 来咧 可不可以帮我把蛋黄跟蛋白粉开 好 粉开 好 粉开 你嫌妆要 派这么重大的任务给她 对啊 我告诉你我打蛋也最笨 没关系 你现在只要别把蛋壳打进去 哦就可以了 对 好像还不错哦 蛋壳没进去哦 对对对 还不错 还不错 你加油 再一分 打完之后我们再帮你分 好不好 欸 成功了没 成功了 诶 请问艳姿师傅 是不是用汤匙把它撈出来 我只要蛋黄 就把蛋黄打散 你把蛋黄 撈到这个碗里面 你看 你卖皮皮糙 对啊 你卖皮糙 你不可以把蛋黄弄破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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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错哦 可是还有一点点蛋清怎么办 没关系 没关系 一点点而已 诶 不错了 没关系啦 诶 今天我很厉害耶 有不错 有一点蛋清不要紧 诶 真的 因为平常我如果吃蛋的话 我会连蛋白都一起吃 是 那我们就把它打散 真的 然后就说要全蛋不能只有蛋黄 是 因为蛋白不能生吃 是哦 对 是因为它会破坏我们身体的一个 生物素的吸收 我认识说 生的蛋白会让我们体内 某些维生素的吸收 会造成 会抑制吸收 那我们就容易缺乏 特定的那一个维生素 而且现在为了卫生 也不要吃生蛋 对 没错 好 现在了解了 哦 现在你要开始做手工材 不是 你看 我带一个手套 我就可以带那么久 你说 我会做菜吗 不会 我现在仔细学你的手工料理 先把生素包 因为它有水分 我先把它擦干 这样子我们不会水分开 都不会分开 好的 那擦好的 我们就 放一点胡椒粉在上面 这是这是什么 黑胡椒粉 胡椒粉 这个就是刚刚的馅料了 对 这个 你让我们抓一球 抓一球 抓一球 哇 对 我们把它烫平 烫烫喔 哇 今天我们也是来学这个 对 手工材 我量好像太少了 这个就叫做 我们自己做的好的素食加工吧 真的 好 现在这个就是 要圆圆的 一定要有海苔 海苔 海苔怎么办呢 有点像 有点生分样 他们都把海苔放在这边 对 哦 我现在看 曾教你 其实你有天分 只是说因为工作忙碌 没时间 起司 还要加起司 起司会烫耶 不要 那民宿什么都不敢吃 是啊 什么都不敢吃 其实人生真的也没利益 就是其他地方 我们今天是 是调整嘛 对 是利益 再来这一择 你已经 把它改过来 我的速度太慢了 带起来 OK 然后那边有牙签 我们把旁边穿起来 等炸完之后 我们再把它拔开 这样 那有点吃 哦 还会更 那它还要再炸过 等一下我们把它沾点面包粉 所以我们等下炸好之后 我们切了之后 然后现在那个 验生师傅 你放的是什么 我是面粉 然后用点面包 把那个封口全部都浮起来 哦 好 调和 耶 耶耶耶耶耶耶耶 OK 看起来好像有点 请问那个验生师傅 如果说是验客 要做的量比较多 我们可以同一天做吗 可以啊 就是说像这种东西可以做好 就是裹粉都裹好近人痛苦 我们就是这三个封口都稍微加沾点面糊 一个盘子够吗 对 它再给你 哦 只要把那个封口的地方 用面糊封起来就好了 对 等一下我们再沾点蛋液 把整个面都沾蛋液 然后再沾面包粉 哦 这样可以吗 可以 这样口吗 还不错它做事很细细 谢谢 OK 然后我们再把这个蛋液 就是 嗯 这 还要再沾一下 对 就是因为这样子去抹面包粉 面包粉才会黏在上面 哦 哦 今天师傅对得比我粗鲁哦 人家是帅子 这样就下去 你看我多秀气啊 但是你秀气的结果就会让我们 晚餐要吃的话 可能要等到明天早上 这样够吗 够 我们先把这片沾一沾 沾满 有一片给它沾 对 有一片给它沾 每个步骤你都要做到 这是今天来的目的嘛 对不对 没学会那不要回去 而且不用讲学识 真的呢 对 然后再把这个我们来盆里沾 好 这样够吗 够了 不错啦 那我们就沾满这个 我们就放下去 不要炸 对 哦 如果要燕磕的话 就是我们这样 像面包盆裹好 我们进冷凍 意思就是说做到这个部分 对 进冷凍 然后进冷凍库的话 它每一片的间隔 要怎么样 这两片 这样子要中间要一片的话 三片 然后这样中间要一片 第三片要中间 因为我们通常 如果我们要炸的话 我们就是拿出来回温 所以它就会分离了 哦 那所以在入油锅之前 我们是要拿到室温 让它自然回温 对 因为这样子 炸也比较容易熟 也比较不用浪费时间 OK 好 看它好酸哦 好 好 辰辰妹 辰辰 辰辰 辰辰你要看着它 这样还好 可是这样炸不到 所以 所以你就是 像我们小女儿 就把它分开 分开 你看我已经在害怕 我已经躲到这里 你看它为什么会啤啤啤啤啤 为什么 是不是在炸的时候 它就不会啤啤啤啤 为什么 我都放下去 它会啤啤啤啤 你把你拿用筷子 把它慢慢裂下去 很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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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君 一味酸 炸的时间好像也要蛮长的 火药是怎样 把它是小火吗 就是温火下去先把它炸透 开大火把它滴油就好 好 然后这个要去 其实这个东西要有点技巧 如果真的实在你也不会的话 恐怕油味含在里面 就会变过 所以我们一开始 油温太高 如果太高黑了 我们就开大火更多 所以我们只能炸到它稍微上色 我们再开大火把油逼出来 它就变金黄了 哦 这个是装饰瓶 对 所以我们这个打点蔬菜 我们加点盐巴 让它进去会入味一点点 汆烫 烫熟 好 这个是地瓜 因为我今天把它弄好 这是地瓜泥 里面我加了石螺 石螺 石螺 石螺是什么 石螺是一个 是叫茴香 哦 茴香 它有一个蛋蛋 所以有香味 好 因为这个已经是熟制品 所以我们就拿一种脖子 把它 我现在肚子已经好饿了 真的吗 太香了 这个地瓜里面 我有加 加一点鲜奶油 它吃起来有比较绵密感 然后这边还有盐巴 糖 这样子 然后这个是 咕哩菜丝 咕哩菜丝 对 这个咕哩菜丝放下去 就有日本料理的 对 对 然后就帮我们 就这样切下来 就把它叠上去 哇 这个摆盘也是很重要的 好美 这个是日本料理 对 花椰菜 所以这道料理 不适合那个 我们做年龄的人 也不会 这优美 这个料理 适合你啦 适合我们 年轻人 这句话很好听耶 很好听 我知道 这句话很好听 阿嬷就是 乒乓一下 你看看 人家白髮都不一样 这个要学 这个要学 真的 好美喔 香菇料理 香菇料理 好了 那我们来上桌吧 南代玉排 左石螺地瓜 做法是 芋头去皮切丝 炸熟备用 将金针菇切断 红萝卜切丝备用 起油锅 放入金针菇和红萝卜丝 酱油 芋头丝 糖 香菇粉 并且加入少许的米浆水 一起拌炒均匀 将生豆包摊开 撒上胡椒粉 一半铺上已经炒好的芋馅 一半铺上海苔片和起司片 以牙签和面糊封口之后 再沾上蛋黄叶和面包粉 放入油锅炸至金黄起锅 将蔬菜汆烫之后 和玉排 地瓜泥摆盘 解上美乃滋就可以了 好 我们先来开动了 这你有参与的 真的 你一定要自己好好的尝一尝 有成就感 对 让那个味道感觉怎么样 所以 确实应该要连高麗菜吃一起吃 对 差一点吃 这样就剪接一点腻 对 所以不能够没有高麗菜 对不对 所以一均 像这一盘 以你的专业来看 其实它的热量 它的热量全部加下来 有多少 600多胖 一个人一天 像譬如说我跟穷美这样子各自的话 一天我们所需要的热量 要不要有2000 基本需要大概1300到1500 1300 1300 1300 我们用1500来算 那如果我们拍戏是工作量比较大 我们再多一点点好了 对 1800好不好 1800 3600 1800 它是一顿饭 大概就是一产的量 所以 可是 像这样的男生 可以吃到2000 对 可以吃到2000 如果2000多一点 对 所以其实它非常适合 我们发育中的青少年来吃很好 对 其他的地瓜取代白饭 白饭 饮量价值就很高 就更好了 对 那那个阿嬷我 显肠即可 对吧 年轻的 你多吃一点 对 你感觉口感如何 好吃 但是呢 你看我会多加一点这个高丽菜食 OK 好 现在我们也透过益君跟我们的分析 大家就知道 怎么样去取决我们的热量跟营养了 谢谢各位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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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